好 昨天在指揮中心的记者会上头 好像为了挺国产 有点炮打外国疫苗了 把时间交给若宜 好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到的 就是呢 这一个是谁呢 他是这个政大的副教授 昨天在指挥中心上 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上头呢 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因为昨天如果有看记者会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他们当时是有拿出手板 说目前无论是这个AZ疫苗啦 莫德纳还是辉瑞疫苗啦 通通都没有完成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而且呢 一二期受试人数远小于我们的国产疫苗吗 所以可以给国产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也没有问题 好 这样的一番话呢 出来之后立刻炸锅了引爆争议 对此呢 政大这一名副教授呢 他就跳出来痛批指挥中心了 他叫做刘宏恩 除了他是政大法律科技整合所的副教授之外呢 刘宏恩同时也身兼了这个疾管署的人体研究 伦理审查会的委员 昨天呢这个副教授他就在脸书上头 发文炮轰指挥中心说 什么是话术呢 把这个临床试验无需第三期完全做完 讲成临床试验无需进行到第三期 就叫做话术 什么是诚实呢 明明必非比照这个美国FDA国际的标准 来审查国产疫苗紧急许可 那就要明白的承认自己的标准 是比较宽松的嘛 不可以说自己的标准 跟他们同样严格 否则就是不诚实 刘宏恩指出呢 这个美国的FDA公告的新冠疫苗 紧急授权许可申请标准呢 第四页我们看到下一张图 明白的要求说呢 这个申请的厂商啊 必须要提供临床试验的第三期 得出的清楚明确 而且呢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数据 才可能获得许可 另外呢这个刘宏恩教授呢 他也附上了资料说 下一张图可以看到 去年12月呢 这个像是辉瑞疫苗啦 去年12月获得了这个美国 紧急授权许可 他呢FDA 美国FDA是依照这个辉瑞公司 临床试验第三期 而且呢看到没受试人数呢 高达了4万4千人以上的这个数据 所以呢才同意这个辉瑞的申请 获得了许可 那么今年2月呢 获得了美国紧急授权许可的 还有什么 莫德纳疫苗 莫德纳疫苗呢 美国FDA在这个许可的信函当中 也明确的说到说 是基于莫德纳公司呢 的临床事业第三期 受试人数多少呢 大约有3万人左右的这个数据 所以才同意了他的申请 而至于这个交生疫苗呢 也有到第三期 受试人数呢 大约是4万4千人 4万3 将近4万4千人 而且进行到了第三期 那么这个 英国的AZ牛津疫苗呢 是进行到了第三期 受试人数呢 是大概2万4千人左右 是获得了欧盟EMA的这个认可 那么刘宏恩说呢 其实去年10月的时候 卫福部就公告说这个 国产疫苗啊 紧急授权许可 只需要做这个 临床试验的第二期 而且呢受试者 只需要3千人以上 所以那个时候呢 刘宏恩就认为说 他相当的担忧 认为呢 一定会引发一些争议 所以呢 请政府务必要 清楚公开说理 与这个公共政策来论变 为什么采取比欧美国家宽松的标准呢 好 1月到现在已经7个月 去年的这个时间到现在已经7个多月过去了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越来越动摇 那么如今呢 这个政策沟通啊 还有修正调整的时机 早就错过了 一切呢 都只能被这些口水给淹没了 那么现在看看呢 这些数据 不论是辉瑞或是嬌生 莫德纳还有AZ 都是经过了临床试验第三期 而且人数都是破万的 而如今想想我们的疫苗 给大家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可以自己想想看 好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讯息 先把时间交流给业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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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